欢迎大家回到我们 《东阳光仙虫草》 图家冠名播出的 《天赐的声音》 第三季第五集的下半场 有请周深 陈鸿宇为我们带来 酷沙 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 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 你最爱说你是一颗尘埃 偶尔会和作剧的飘进 我远离 宁愿我哭泣 不让我爱你 你就真的像尘埃 消失在腹里 难得来看我 却又离开我 让那手中泄落的沙 像泪水流 风吹来地下 落在悲伤的眼里 谁都看出我在等你 风吹来地下 明明在心里 是谁也擦不去的痕迹 风吹来地下 我说我们在想你 谁都知道我在想你 谁都知道我在想你 风吹来地下 明明在哭泣 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 你是我最痛苦的抉择 为何你从不放弃挑拨 还对你是那么难分难舍 你总是带回门口带地上给我 宁愿我哭泣 不让我爱你 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 风吹来的沙 我在悲伤的眼里 谁都看出我在等你 我在等你 风吹来的沙 堆积在心里 是谁也砸不去的痕迹 痕迹 风吹来的沙 我曾经过所有的记忆 谁都知道我在想你 我在想你 风吹来的沙 明明明在哭泣 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 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 不让我爱你 难道早就预言 你无论的沙 好 你无论的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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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可能有海员 就是也是 其实是一对 然后他们有分别之苦 所以歌里讲的也是这些故事 对 我对那个场景非常熟悉 因为我爸爸以前是海员 我小时候我妈妈 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的 这首歌我从头到尾都会唱 其实这首歌有点淡淡的忧伤 但这个忧伤呢 是你不想去承认的 就想自己骗自己 我觉得《红宇》 就是那个最真实的现实生活 而周深很像是那个内心 想要把自己骗过去的那个声音 所以两个人在这种 真真假假的交织当中 我觉得那个情感会越来越浓 谢谢明明老师 谢谢明明老师 对 其实这首歌 它没有那么明确的 一个性别的一个角度去唱 觉得就是每个人 都会想到那个爱而不得 或者是一些什么遗憾 或者是什么都不想 就听着很像在书店 就那种大家印象中就 各位顾客 我们今天的天字的声音书店即将关闭 请拿好您选上的书 赶紧购买离开本店 赶紧走 对 刚才深深说它像书店 我觉得也是 最开始的前奏《灯光》 我当时真的就觉得它是一本书 在打开讲故事 两个人的声音 红雨是针 深深深是那条红线 在我们那个伤口那地方 一针一针慢慢地缝 慢慢地缝 最后抚平所有的创伤 对 我既喜欢深深调皮 嬉笑聪慧的那一面 但我其实 你就像一个魔戒一样 只要你一开口唱 就相当于我带上魔戒了 然后我就去了什么地方 对 对 谢谢 所以海权老师那个动作 它在抚慰人心 对 我在抚摸我刚才 刚被你们缝合的那个伤口 把伤口揭开来说说 又来了 魔戒又摘下来了 对 谢谢海权老师 谢谢 在唱这首歌之前 就是我到红雨的那个座位 我说跟周深唱歌 真的是很吃亏的一件事情 因为周深的声音乐的表演的能力 真的太强了 但是我刚刚看到以后 周深不仅自己会唱 我觉得很多时候 你是在做 在趁着他 去给他唱合音的 然后红雨的这个整个的音区 又是在南中的那个评段里面 不会说你们两个声音 有任何在声乐上面的冲突 所以我觉得完成得非常非常棒 谢谢周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